哈喽小伙伴们,欢迎来到会解说电影 今天给大家推荐一部恐怖电影《食人裁缝》 帅气的卡洛斯是城里受欢迎的裁缝 卡洛斯不光人长得帅,还是个钻石王老五 但是没人知道他的另一个身份,食人族 卡洛斯的内心非常孤独 遇到让他产生爱慕的女性时 他都会把她们弄晕过去 运到自己雪山上的小屋里,肢解她们 卡洛斯住在一所老师公寓里 这一天,一个女人桑德拉成了他的新邻居 很快,桑德拉就被帅气又绅士的卡洛斯迷住了 每天晚上,她都会透过窗户偷偷看着卡洛斯 偶尔被卡洛斯看到,还会在窗前上演脱衣服的喜马 而卡洛斯对她也晋升好感 为了把这种奇怪的感觉控制住 卡洛斯将桑德拉做成肉块,吃掉了 不久后,桑德拉的双胞胎妹妹妮娜找上门来 一开始,她有些紧张,但很快便安抚住了妮娜 陪同她去警察局,并给了她3000欧元寄给她的父母 妮娜暂时住在了姐姐的房子里 这天妮娜又来找她,想表达对她的感谢 正好妮娜和姐姐一样是直压师 卡洛斯推脱不了,只能答应去她家享受一次全身按摩 当妮娜的手触碰到卡洛斯时 她像触电般活速穿好衣服跑回了家 卡洛斯心烦意乱,想要去寻找新的猎物 她开车来到了海边,看到一对情侣 她跟踪他们到另一边岸边,等待情侣双双下海 卡洛斯杀了男人,暮立在岸边,等待着海里快要崩溃的女人 事件很快引起了警方的关注 姐姐的男友以为是妹妹杀了姐姐 偷了钱寄给家里报了警 卡洛斯察觉到了,她以保护妮娜的名义让她住进了自己家 在第二次见到调查的警车后 卡洛斯提议妮娜去自己的雪山小屋散心 在那里,卡洛斯将妮娜迷晕,想要杀了她 可最终卡洛斯难以下手 她发觉自己已经爱上了她 第二天,卡洛斯向妮娜坦白了一切 最后她说,我们最好今天回去 不然警察会将你当成凶手 在回程的路上,知道了一切的妮娜 解开安全带,抢过了卡洛斯手里的方向盘 妮娜选择了与沙斯姐姐的凶手同归于尽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最后劝劝各位小主 咱们找对象的时候可得擦亮眼睛 千万不要只被外表迷惑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小伙伴们记得点赞关注哦 拜拜